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楼高四层 形状四四方方 這棟是1957年興建的建築 相信是蘇聯時期第一棟公屋住宅 前蘇聯領袖克魯曉夫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上台時 國家正值史太林圍留下來的房屋危機 數以百萬計平民百姓 窩居在木屋甚至乎防空洞裏 生活質素可想而知 克魯曉夫於是宣布 在莫斯科大規模興建這類公屋 無求令每一個家庭都有機會上車 這些歷稱克魯曉夫屋的方形住宅 逐步進駐莫斯科各地 連成一條條類似香港的屋邨 附近有公園等休息空間 學校、醫療設施和交通書樓等 成為致城一格價小社區 基層小市民亦得以安居落業 不過這些建築很快會報入歷史 莫斯科市政府2017年宣布 會在今年內測試全市的克魯曉夫屋 並由高樓大廈取代 預料最少有200萬名住戶需要安置 市長說這些住宅設計有缺陷 例如沒有升降機、廚房亦太小 加上日有失收、出現漏水、露台倒塌等問題 評估後認為 維修比起興建新住宅更加花錢 所以決定拆卸近8千頓前蘇聯建築 並獲議會動馬通過 當中 莫斯科北部地區的拆卸工程已經展開了 有俄羅斯政治分析員認為 這次大規模清拆行動 背後或是有政治考慮的 因為莫斯科市長和普京 今年都會參加選舉 陣營住宅項目 據報有助提升兩人的民望 有維權分子就指控項目的得應人 其實是市政府和地產商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未來的莫斯科 再也看不到這部份的歷史了